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父母在孩子心中小时候是天 总觉得妈妈什么事情都知晓 而爸爸又特别有力量 父母就像两座大山 助力在那里 让我们心里充满安全感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这两座山不再伟岸 它们在我们面前变得小心翼翼 许多事不敢问 话不敢大声说 小时候作业不会写 爸妈会非常生气地说 这都不会 上课干嘛去了 现在反过来了 当父母因为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反复问我们时 我们总是很不耐烦 告诉你多少次了 怎么还是不会啊 而他们也只是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 或者难过 或者默默地不再慷生 他们变得越来越弱势 前段时间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幸福一家人》里一个片段 看哭很多人 儿子结婚后要和家人断绝关系 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靠的是我自己的努力 才有今天的结果 这位儿子是个医生 医院里很多人实力都比他差 可那些人却能靠着父母平不清云 而自己的父亲只是个卖面的老板 儿子怒吼着斥责父亲 每天只会问饿不饿 却不能在事业上拉自己一把 父亲听到儿子的控诉后 愧疚得气不成声 满头白发的他对儿子鞠了个躬 对不起 我没本事 让你受委屈了 父亲不但没有指责儿子的不孝 反而愧疚自己无能 这一幕看了让人心酸 也是现在很多家庭的缩影 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孩子 埋怨父母没有本事 不能让自己飞黄腾达 锦衣玉食的父母只有少数 普天之下更多的是普通的父母 做着普通的工作 但是为了孩子的口中饭 身上衣 他们却亲其所有 这些自认为很有本事的孩子 不能理解 他们认为没价值的东西 其实却是父母的一生 有人说真正的成熟与年龄无关 而是从原谅父母的不完美开始 父母也许很平凡 尤其是我们成年后 他们在经济和事业上 能帮到我们的更少 随着我们的成长 父母的眼界和观点 可能因于我们格格不入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如果因此而嫌弃和不耐烦 那些无法与父母和解的孩子 自己的日子也过得不舒畅 因为父母是根 根滋养不好 花果就很难胜放 孝经云 孝涕之志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孝顺就是顺应父母的需求 只有顺从达到了极致 就可以通达于神明 光照于天下 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应相通 做任何事情都能成 所以越孝顺的人生越顺畅 有句老话说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所有的父母都会犯错 他们有时过于迂腐 有时太过严厉 很固执 年轻时工作太忙 很少陪伴你 读书不多 不懂教育 观念守旧等等的 但谁又是完美的呢 生养之恩大于天 宽容父母的过错 原谅他们的不完美 是人最基本的德行 弟子归里说 亲爱我 孝何难 亲赠我 孝方贤 父母爱我们 孝顺是天经地义的事 父母爱我们的方式不对 做得不够好时 儿女还孝顺 才是儿女真正的德行 怎样善待父母 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人生功课 因为父母的存在价值 绝不是他们能留给我们多少财富 前段时间 高亚琳在《我家那闺女》的节目 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 父母是我们和死人之间的一堵墙 初纹不明其意 细思深感悲凉 父母还在 不管你是三十岁还是六十岁 都觉得死亡离我们很遥远 父母归去 我们就成了孤儿了 父母基于我们生命的起点 却无法陪伴我们走向人生的终点 这是人生最大的悲伤 有一天当你回到家里 叫一声爸妈 空荡荡的房间里再无人回应 那时才感受到有人唠叨 有人烦我们 我们做错事实 有人打骂我们 是多大的福气啊 如果你曾经在医院的重症手术室前 彻夜守候过 如果你参加过亲朋好友的追悼会 如果你感受过在灾难面前生命的脆弱 就能深刻地体会到 父母和家的全部意义 做儿女的 不管地位多高 官有多大 多有钱 请不要把最差的脾气 留给父母 他们也许没本事 是因为他们把本事给了你 孝顺父母五不择 做儿女的 请多一点耐心 一 不埋怨父母的无能 不要去抱怨 你应该是怎么样的父母 二是提醒自己 我应该做怎样的儿女 二 不嫌弃父母啰嗦 有一种幸福叫父母健在 有一天 没有了这些啰嗦 你一定会很想他们 不要等到那一天 才后悔 三 不抱怨父母的抱怨 爱之深 责之切 你过得不好 父母比谁都心疼 他抱怨你是因为爱你 四 不抱怨父母的迟缓 人最可怕的恶 便是不懂感恩 小时候我们使尿都要靠父母 现在父母老了 是自然规律 不要嫌弃他磨磨蹭蹭 不如以前了 五 不嫌弃生病的父母 生老病死 注定是人无法躲避的自然规律 父母小时候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 现在该还了 还有机会 伺候和孝顺父母 是孩子最大的福报 为什么父母越老 在孩子面前越弱 不再敢大声说话 不敢有自己的想法 总是欲言又止 是因为我们变了 变得很没有耐心 心底还有点看不起他们 在伤害他们无数次之后 父母终于变成了一只 小心翼翼的刺猬 世间最悲然的事情莫过于 含辛茹苦把儿女养大 白发苍苍之急 却在儿女面前 还要小心翼翼 百善孝为先 许多人内心爱父母 但嘴上却很硬 不经意间 就伤害了老人的心 孝顺父母 先从和颜悦色 好好说话开始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必要总反正家 没必要总反正家 可是情怀河水 故事里的人不睡 你说云云终生 哪里都会是未成 就在江南路边 总有人说着离别 琴上跨山越 梦里写十几行 梦里写十几行 写五一响的西洋戏 唯独不敢谢你 吉他弹理想 醉心唱歌几行 唱天星球短章曲异 唯独不敢唱你 吉他弹理想 你说时间匆匆 却假装那么从容 可是龙攀路上 遗忘隧道的时光 你说地久天长 却不敢平凡虚妄 就在白家湖畔 总有人说着晚安 智商跨上月 梦里写诗细航 写无异象的夕阳戏 唯独不敢谢你 吉他弹理想 最新唱歌几行 唱天星球短章曲异 唯独不敢唱你 唯独不敢唱你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